孟子和孟剑进行的是一流偶像争夺赛 期间两人会挑战各种游戏 游戏的胜者有权利在九宫阁里任选一个 在其中画上记号 而不管是横着纵着还是斜着 只要能连成一列 游戏便会结束 并且达成一列的那一方将会获得赌金五千万 此外游戏总共有九项 每一项都是一流偶像所必须的资质测试 而孟子和孟剑要做的便是就偶像力这点进行角逐 首先第一回合 孟剑丢骰子决定了两人的battle内容 唱功对决 孟剑以一手纯爱扑克轻松获得了85分 只可惜遇上了孟子的98分 遗憾落败 拿下首战胜利 孟子毫不犹豫占据了最有力的中央位置 但事实上这都是孟剑设定的剧本 目的就是用一场极限拉扯后的翻盘炒热气氛 在孟剑的放水下 两人的比分咬得很近 而在接下来的极限抽鬼牌的游戏里 孟剑甚至故意折了下鬼牌的一脚 诱导孟子在两A一轨的情况下 避开鬼牌抽中梅花A 取得双重优势 同时也方便自己后面用两连胜逆转形式戏剧翻盘 就这样 一切都在按照孟剑的预设发展 他也终于把自己逼入了绝境 下一回合的游戏 孟剑丢骰子决定了粉丝洞察力 需要用骰子从在场的各位观众里选出一位 对他的出生月粉进行竞猜 没有猜中的情况下 以最接近的那方为胜 好家伙 这对孟剑来说简直就是小猜一叠啊 他记得所有粉丝俱乐部成员的生日 绝不可能出差错 为此他还特意将门票价格提高 把观众限制在了粉丝俱乐部成员里 而到场的学生会成员生日 也是记得一清二楚 但意外来的就是那么粗不及防 在孟子神一样的操作下 被抽中的观众 竟然是突然蒙混进来的早姨女 得嘞 这下孟见蒙圈了 内心更是慌得一批 难道孟子能控制自己制出的数字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不速之客 仓了天啊 他肯定是看出了自己这场 身陷危机的顶级骗局 然后再看到启华叔的一瞬间 定下了这条成功之路 在千军一发之际 操控骰子让自己翻车 这个女人恐怖如斯 但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 看见孟子在卡片上写下一个数字6 孟见再次开始头脑风暴 觉得孟子没有那么简单 肯定是到拿卡片写的6 所以真正的答案应该是数字9 然而对不起您累 孟子写的就是6 这下孟见彻底崩溃了 认为孟子早就会算到自己会想多 从而误导了自己 而更让孟见意想不到的是 早姨女的生日其实是3月8号 孟子凭借更靠近的答案获得了胜利 这样的结果让孟见难以接受 立刻就向孟子讨谣起了答案 不料孟子反倒不好意思了 因为他是真的不知道早姨女的生日在几月 之所以写6 是想尽可能避免写下同样的数字 方便自己更好地享受赌博 换句话说 孟见绘书其实是单纯的运气不好 随后孟子直接向孟见讨谣起了赌金 孟见的经纪人没有丝毫犹豫 便拿出了一箱钱 价格不是问题 他只希望孟子能给孟见留条生路 不要公开孟见第四粉丝的录音 孟子没有拒绝 反倒问起了孟见的意见 孟见也是刚 决定愿赌服输 公开录音 录音一爆出 现场一片哗然 紧接着孟见承认了 这话是自己说的 还认真地给粉丝道起了歉 但让人扣破脑壳 也没有想到的是 孟见本以为 自己的偶像之路是彻底断了 粉丝却猛然表示 他们并不是因为孟见 喜欢他们才喜欢孟见的 所以尽管如此 他们依旧会支持孟见 喜欢孟见 好家伙 还能这样 谁蒙了 我蒙了 而听到这话 孟见也立刻表态 自己一定会继续 自己的演绎道路 见此情景 孟子站了出来 告诉大家 他之所以会知道这件事 是有人故意把一封信 放在了自己的储物柜里 换句话说 这是有人特意为孟见 孟子设下了一个圈套 此话一出 全民激愤 孟见也知道 这样的场景下 不追究 见好就收 才是最有利的 但他无法原谅 自己的梦想惨遭践踏 便猛然指出了心中的怀疑对象 窦生田 没办法 谁叫他对自己的计划 那么的一清二楚呢 只可惜 窦生田毫不认账 更已成为下届 学生会会长的立场发誓 自己从未做过这样的事 听到这儿 孟子不以为意 响应一场赌博 决定最终的结局 毕竟胜者及正义 是这个学员一贯的做法 可是想得美 窦生田立刻就给拒绝了 他看不起孟子 现在的家畜身份 觉得他拿不出对等的东西 跟自己赌伤一场 奈何孟子王牌在手 陡然便解下胸前的家畜牌 提出跟窦生田来场攻势战 见此情景 黄一玉也不淡定了 说好的成为学生会会长 再拉自己一把呢 孟子无辜地表示 自己的忍耐力可不强 现在也只想跟窦生田 一起赌之疯狂 碍于规则 无法拒绝的窦生田 接受了挑战 而面对这么重要的赌局 学生会副会长 突然上线 当起了核冠 这次的赌博 名幻选择扑克 基本的规则 跟一般的扑克玩法相同 各自持有五张手牌 再一次换牌后比大小 使用的牌库 是包含一张鬼牌的53张牌 游戏期间 不允许弃牌 跟注 玩家能做的 只有下注跟家注 并且虽然每一回合 都必须要把手牌摊开比大小 但下注较高的一方 会有选择的权利 决定是以强取胜 还是以弱取胜 也就是决定 是牌面大的赢 还是牌面小的赢 总而言之 一句话 只要有钱 哪怕是散牌 也可以成为最强的牌面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这场比赛 下注金无上限 对斗生田 那是相当有利 拥有选择权的玩家 可以一直向自己有利的方向 决定是以强取胜 还是以弱取胜 而选择权 又来自于下注金 这样的情况下 一枚筹码是一千万 孟子将自己赢得的 三亿一千万 兑换成了三十一枚筹码 而斗生田 则大手一挥 猛的来了一百枚 十个亿 游戏开始了 需要注意的是 散牌时 持有一张更大的牌的一方 牌面更大 首先 双方出了一枚筹码 作为敌码 然后孟子交换了两张牌 斗生田交换一张牌 考虑到孟子气掉的是 K和勾 如果是想以赌弱取胜 扔掉大的牌 是自然的行为 但剩下的三张牌 是三条的可能性 也不是不存在 并且 就算是散牌 故意留下了一张A 仰装成期待以弱取胜的模样 也不是不可能 斗生田的手牌 是没能组成顺子的散牌 所以他试探着 下注了十枚筹码 见此情景 孟子果断加注 以21枚筹码 获得了决胜选择权 并决定以强取胜 果不其然 双方亮牌后 都是一手的散牌 最终以持有A的孟子 取得胜利 通过这一盘对决 斗生田愈发了解了规则 在这样的赌局里 大量的加注毫无意义 只要比对手 多下注一枚筹码 便能轻松获得选择权 所以 这个游戏 本该是一枚一枚 加注的游戏 大量加注 唯一的意义 只有些许的威慑效果 而这种效果 一旦遇到有 大量资金的对手 只需要多加一枚筹码 便能轻松瓦解 故而这种加注 只会变成 风险极大 而获益甚微的行为 一言以蔽之 孟子这么做 明摆着是想背负风险 获得快感 原乖正传 现如今 孟子的筹码是42枚 斗生田是89枚 孟子换牌两张 舍掉了一对石 这样的行为 震惊了全场 斗生田却不为所动 在他看来 这有两种可能 一是正统的瞄准散牌 但选择权会被自己掌控 特地表现出 自己瞄准弱牌 简直是自寻死路 另一种则是 一上手就是两对 或者凑齐了葫芦 便故意表现的瞄准散牌 想让自己选择以强取胜 从而用剩下的三条 或者一对胜出 但是 开局就拿到两对的概率是 4.31% 葫芦更是只有0.23% 并且 就算真的拿到了 这样稀有的牌 会就这么轻易舍弃 要知道 不做多余的事 期待对方选择以强取胜 胜率才会更高 得嘞 既然这两种可能性都很低 孟子又一直是个 靠不可能取胜的女人 斗生田决定 一张牌都不换 以此又到孟子下注 面对这样的挑衅 孟子自然是不肯退缩的 静止下注了全部的41枚筹码 而斗生田默默加注一枚 成功便取得了选择权 用以强取胜的规则 赢得了手握散牌的孟子 见此情景 黄一月整个人大崩溃 孟子却非常淡定 面对副会长询问 是否要添加筹码 继续比赛 竟起身Q起了崩溃的黄一月 希望她能身为同伴 资助自己一把 好家伙 这下全场的焦点 来到了黄一月身上 背负着家族的荣誉 黄一月被要求 想尽办法进入学生会 而当初便是斗生田 看中她身上的野心 无论如何也想爬上去的意志 把她推荐进了学生会 这一点让斗生田 和黄一月非常亲近 但同样的 在斗生田看来 黄一月现在并没有实现 自己野心的实力 突然斗生田表示 自己可以帮助黄一月 回到学生会 而与此同时 孟子也发话了 她觉得黄一月的实力 不该由斗生田决定 并且就算实力不足 也不是黄一月 放弃自己野心的理由 野心跟风险并存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 黄一月是打算 无能地寻求安宁 还是不惜毁灭 企图登顶 话音一落 往昔的种种 浮现在了黄一月眼前 当初斗生田说 进入学生会 便要背负起 学员的一切责任 黄一月做好觉悟 想要同行 但出乎意料的是 自己竟只是一枚 不需要了 便可以随意舍弃的棋子 得嘞 黄一月觉得 自己被小看了 所以唯一想做的 便是一眼还眼 追加十亿 兑换一百枚筹码